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我现在下班了,现在是凌晨4点钟 其实我应该是5点钟下班的 但是呢,今天我提前了下班一个小时 因为不忙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我们提早下班 一般情况下,我几乎很少提早下班 即使他们问我,我只有两次吧 一次就是我当时去学轮盘的课程 然后要忙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再加上班我就觉得非常累 所以我就签了早下班 第二次就是今天 当我的主管过来跟我说我要不要早下班的时候 我同意了,他居然很惊讶地再次确定说 你真的要早下班吗 所以我的同事都很惊讶,我会早下班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早下班呢 其实呢,因为我今天发的是百家乐 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桌子上 他输了很多钱 然后呢,他的就是对我态度特别的不好 然后导致了我,其实也不叫跟他吵架吧 因为他自己故意的把那个筹码放错了 然后呢,去找我的麻烦 所以呢,我就跟他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些争辩吧 后来呢,很少见到他 但是呢,今天呢,他在我的牌桌上 所以说我就想,哎呀,我早下班 因为有的时候他比较挑剔 他今天又输钱又赢钱 就是往往复复 所以说他的脾气也不好 我就没有必要让自己那么难受 早下班也更好一些 遇到客人特别刁难发拍员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跟主管说 让主管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换一张牌桌 但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说能忍的话也就,也不叫忍吧 反正一般客人也不会特别的过分 我自己感觉呢 就是因为他玩的比较大 每一把牌 买一把牌都是买最高的限额500美金 所以说呢 我还是尽量的要小心这样的客人 就是爱找事 爱故意刁钻的这个客人 然后我离开牌桌的时候呢 我也告诉我同事说 要发牌的时候要慢一些 要仔细一些 就是互相有个提醒还有关照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 雕砖的客人呢 比起同事之间的不和真的不算什么 我觉得同事之间的关系呢 更重要 客人之间你工作时间长了 说真的都麻木了 你知道吧 但是同事之间不一样 同事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所以说呢 同事之间的关系和睦更加的重要 我一般的同事呢 有的都下来休息 所以我见到他们就总是跟他们聊两句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到我的车里来跟大家说 因为在那边不会特别的安静 他们对我早下班都觉得特别吃惊 每个都都来过来问我 真的吗 你为什么早下班 他说你都是超时工作的 都是加班 像劳动模范一样 你知道吧 我是有一点疯 不是一点吧 我个人觉得赌场这份工作呢 其实挺简单的 就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 尤其是对以前从来没有进赌场玩过这些游戏的人来说 就像我这样子的 然后再在家待了这么多年 就感觉脑袋整个都是木的 然后还要用英文去学 用英文去说 所以就感觉难度有点大在学的时候 但是在真正的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会越来越好 就是没有那么的难 所以只要一开始坚持下来 能过了这个考核的关 我觉得你往后的工作再认真仔细一些 就应该没问题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工作当中 可能在什么样的地方工作都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人际关系是最复杂的 那点东西其实没什么东西 在赌场呢 怎么说呢 其实因为赌场这个环境很多都是 亲戚啊家人啊朋友介绍这样子 像我这种谁都不认识过来的 也有 但是呢不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话做事啊 还是要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谁和谁是亲戚 其实在哪都一样 对吧 就是说说话做事还是要小心 但是呢 不管怎样 就是也不要为手为脚的 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情况 还是要保护自己 有些时候呢 他们说的不对 或者是说的那什么过分的话 要学会说出来去保护自己 就像今天提早下班 其实一般情况下 你想想我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 我为什么要提早下下班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遇到不好的客人 如果主管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早下班 因为我并没有去要求他给我早下班 我自己坚持也能坚持下来 上到满半个小时 但是他来问我的话 他来问我 那我就有个选择的机会了 我就在想 那我就要学会自我保护 对吧 在这个牌桌上又紧张 然后气氛又不好 我在哪 我干嘛在那忍受着呢 所以说我就接受了这个早下班 而且平时呢 因为我早下班的这个班次呢 是正好是我们的小夜班和大夜班交替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需要发拍员加班 因为他们那个缺人少的时候 我也会说 哎 那我留下来加班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 我觉得这样的人际关系就是一个好的循环 然后遇到那种特别 就是说同事之间关系不是特别好 或者是他对你特别没有礼貌的时候呢 就敬而远之吧 对吧 就是尽量的 如果是他的 他是我的主管的话 我就尽量的少出错 就提醒自己 然后 其他的时候就是尽量的不说话 不接触 我觉得这样的话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呢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们 我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他们 我就是做我自己 然后呢 尽量少出错 这就是我现在做到的 其实我所有的同事呢 大部分都非常非常的友善 只有个别的几个 就是拿着鸡毛当令件的那种 所以我也就 怎么说呢 平时很少接触 因为不是一类人嘛 对吧 所以说工作当中我也很认真 出错难免 出错呢 我觉得往后少出错就好了 我相信就算任何做到级别再高的人 他也不是没有出错 然后就那么一路走下来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认真 然后呢 但是呢 也不要太紧张 毕竟工作是为了生活嘛 对吧 我们生活还是要开心呢 我现在呢 就要开车回家了 外面今天不但下着雨 还要 还刮着风呼呼的 所以说 我希望 大家也都有美好的一天 注意保暖 因为现在春天来了 其实还是有点冷 爱你们呢 再说最后一点点 其实我是想感谢大家 每天听我这么唠叨 不管你们看不看我的视频 或者看了多少 我每天自说自话 对着手机 我感觉是我一个情绪的宣泄 我建议那些 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呀 或者是真的有一点轻度抑郁的 真的开一个YouTube频道挺好的 有的时候 不要在乎别人看不看你 或者给你个什么评价 对吧 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言语当中 我们活在的是我们自己的情绪 还有自己的努力当中的 所以说就是 有了这个频道呢 当然有很多朋友的温暖的回复 真的能给你无穷的力量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还在关心着我 别人当面瞅我两句的话 要么我就怼回去 对吧 要么呢 我就觉得说 OK 我还有其他人更爱我 更关心我呢 所以说 有一个YouTube频道很好啊 非常感谢你们 也希望你们也有YouTube频道 好呀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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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